好我们讨论2.4的这个综合练习 我们把综合练习 综合除法 x字方 这个是156 负1负2 除以这个x加2呢 我们就把它放成负2 1拉下来 1乘负2得到负2 负2加5得到3 3乘负2得到负6 加6减6得到0 0乘负2得到0 0加负1得到负1 负1乘负2 负负得正正2 然后呢负2加2呢 就会得到0 所以这个余数是0的 这个负1是常数项 一次两次三次 所以x是三次方 加3x平方 减1 这个就是它的3 很好 ok xb方式1 4 3 负2 x加3我们就写成负3 1拉下来 1乘负3得到负3 负3加4得到1 1乘负3得到负3 正3减3 加3减3得到0 对不对 0乘任何数都做0 0减2得到负2 这个负2是它的余数 这个0是它的常数项 这个x是一次两次 所以x平方加x 常数项为0 然后呢余数余是负2 ok 所以这几答案是x平方加x 余2 余负2 好再来这里x地方是1 然后呢x平方向记得补0 这个这个也要注意了 负2 还有1 然后x减1呢 我们就写成1 1拉下来 1乘1得到1 1加0得到1 1乘1得到1 1减2呢得到负1 负1乘1得到负1 加1减1得到0 所以余数为0 这个常数降 1次方 2次方 x平方加x 减1 这个就是它3 ok 也是很好 再来看这个7x地方 x平方向记得补0 4 还有负6 ok x减2的话呢 就变成正2 7拉下来 7乘2呢 得到14 14加0得到14 14乘2等于28 28加4等于32 32乘2呢 等于64 64减6呢 就得到58 所以 这个58是余 这个32是常数 x1次方 x2次方 7x平方 加14x 加32 余58 就是它的答案 ok 很好 再来看这题 2 x地方 减7 加12 减9 这个2x减3等于0 3拉过去就加3 除以2 3除以2 2拉下来 除以2的话呢 变1乘3得到3 负7加3得到负4 负4除以2得到负2 负2乘3得到负6 12减6得到6 6除以2得到3 33得9 负9 加9得到0 最后呢 因为它要除以2 对不对 这个系数 2 我们再除以2 得到1 负2 3 所以0次 常数项 1次2次 x平方 减2x加3 就是你的3 ok 3x 3x地方 减7x 减6 这里有常数项 要补0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负3分之2 3拉下来 除以3得到1 1乘负2得到负2 所以这个不是6 负6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生死到负6 注意啊 来3跟 可能没有除到3 你就326 来3除以3得到0 1 然后负2 负7减2得到负9 负9除以3得到负3 负3乘负2得到正6 负6加6得到0 0乘任何数都是0 0加0得到0 这个余数0 过后呢 再要除以3 得到1跟负3 还有0 这是常数项 1次方2次方 这个做错了 x平方减3x 这个0是常数项 对吧 这个0呢 这个0是鱼 这个0是常数项 常数项 然后这个是1次方2次方 x平方减3x才是要答案 然后这个也要注意 哪一个位数 是什么 OK 这个呢 雨昂我看一下 你做了一个非常典型 大家做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6x地方 加1 减4 减1 然后呢 这个2x减1呢 我们就放了2分之1 6拉下来 6乘2分之1得到3 3加1得到4 4除以2得到2 2减4得到负2 负2除以2得到负1 负1减1得到负2 这个是他有注意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除以2 对不对 6除以2得到3 4除以2得到2 负2除以2得到负1 然后呢 他做了什么呢 这个是余数跑去负2 除以2呢 等于负1 这个就是经常同学会弄错了 对 除以2的时候 连余数也照除 所以注意啊 余数不用除 我们只有3要除 这个是常数 一次两次 3x平方加2x减1 OK 与负2 还有呢 你照除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把这个当作是常数这样 对吧 就去到x三次方 注意啊 我们的负除数是x三次方 这个3没有理由跟它一样的 没有理由是一样x三次方 因为你除以有一个x 一定是少一次的 OK 一定会小的 所以你还要注意了 这个你做到 3是跟那个负除数是一样的 等级的话呢 就是错了 好 再来看的第一了 9 x平方向要补0 2 还有4 这一边呢 是3x加1呢 就会得到负3 分析 9了下来 除以3得到3 3乘负1得到负3 负3加0得到负3 负3除以负3得到正1 加2加1得到负3 加3除以3得到负1 所以是负1 4-1得到3 OK 除以3的时候呢 3呢 要除以3 所以9除以3得到3 负3除以3得到负1 3除以3得到1 0次方 1次方 2次方 3x平方 减x加1 是他的3 余3 这个凯欣呢 就注意到 那个余数 不要除以3了 这个也要注意啊 那我们 我们经常呢 也是会陷害同学 再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跟前面啊 刚才2.3好像也是有同一题 对吗 其实照理上2.3那边我们应该要用分离系数法 或者是用乘数法 不过刚才那一题啊 我好像也是用了这个中和乘法 对吧 6-5 x平方向要补0 然后呢 加m加10 然后呢 因为它跟3下2呢 可以整除嘛 对 所以呢 这一边呢 我们就放得负3分之2 6拉下来 除以3得到2 224负4 两个负5减4得到负9 负9除以负3得到3 32得6 6加0得到6 6除以3得到2 乘负2得到负4 两个相加 这边就比较难的 要乘上负3分之2呢 你要注意 它的m要乘上负3分之2m 后面也要乘 所以是加上3分之8 两个负加对吗 所以这个10呢 我们把它看成3分之30 加上3分之8 就会是3分之38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 不是照样超翻3分之2m而已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边都没有m吗 OK 所以呢 它是鱼 鱼这个 这个是鱼来的 但是因为它是整除啊 没有有鱼的啊 对不对 这代表它鱼是鱼0 所以这边呢 把它当作是0的话呢 3分之2m 加上3分之38 如果等于0的话 减拉过去 得到 加 对啊 3分之2m 两边乘3 两边再除以2 你就会得到m等于19了 这边要不要除以3 理论上是要 如果要找3的话 不过我们这边没有要找3 我们也只是要找m 所以我们做到m等于19 我们就收工了 不用去理查了 其实呢 这个m减4 也是要除以3 当然19减4就会得到15 15除以3呢 就会得到5 所以这个其实是它3 我印象中好像还有另外一位同学是怎样呢 他是倒转座 什么时候倒转座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做到这里啊 m减4了之后呢 他不要继续成 因为他觉得继续成的话呢 很麻烦 因为你成的话呢 就会得到很多那个 很多这个什么呢 很多这个小的分数 他就不要 他就倒转的思维 既然我要整除 我这个余一定是0 我这里是0的话呢 上面这个一定是-10 这个-10怎样来 应该是-3分之2 乘上m减4呢 就要等于这个-10的 所以他这样子做的话呢 就复复得正 这个月减得到5 5乘3 就得到m减4等于15 m减4等于19 这样子做呢 其实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就是看你哦 要怎样去调整你的步骤 要怎样调整你的步骤 大概是这样啊 也是可以的一个方法 好 第四题 这个是最后题了 第最后题 x减4除这一个 他呢 余数就84 9p 好 这个x一方是1 4p -12 除以x减4的话呢 这里是4 所以1拉下来 1乘4得到4 4加4等于8 8是32 32加p 对吧 再乘以4 再加上这个呢 当然32 呃 乘以4 当然你可以乘进去啦 他其实4p 加上428 432 所以是128 减12呢 你就会得到这个是4p 加上116对吧 啊 然后呢这里要等于84 OK 所以我看一下啊 4乘32加p 减12 要等于84 所以你乘进去 再把减12 拉过去 减120 你拉过去 然后负32 再除以15 等到负8 哦对啊 也是可以 大概是这样啊 呃 有没有倒转推 刚才我的那个思维啊 像刚才的是1 4p -12 呃对吗 刚才我的思维啊 我们在尝试下 用刚才的一个想法 1乘4得到4 4加4得到8 8 432 然后我们就停着 我们停着啊 然后呢 这里是84 哎 因为他告诉我是余84 所以既然是这个是84哈 84减12呢 这个就要是96了 哎 也就是说84加12了 就会得到96 哎 96是怎样来96是这个这个数乘以4来了 所以我们96再除以4呢 就会得到428 哎 然后1416 这个就是说我们p加32要等于24 p就会是等于8啊 这样子做也行啊 这样子做呢 你就会发现到哎 好像反正呃 啊就不需要很多那个p在那边 就是我们从前面过到中间了之后 我们再从后面推回来啊 啊这种做法呢也是啊 蛮蛮特别的啊 这个 ok啊 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啊 大概是这样子啦哈